現在來到李東閘 李街東大街 看一間小的位置 就是元朗 剛剛收了元朗很久 又旁邊很新 這裡有大街多東西吃 玩就不多 比較紋身一點 你看到 這是很舊的區 有類似以前西人盆舊區的情況 都是一個老區來的 現在很多舊樓重建 基本上這邊住 可以的 週中都可以的 大腳都要去廣道區 整個項目由莊士集團發展 位於李東閘、平蘭街8號 由地鐵站出閘 走到屋苑大概5分鐘報程 廣道金鐘都是大概4個站的距離 周圍都方便 整個項目單栋樓提供105戶 實用面積又開放式去到一房 這間一房都是296呎 入門就有一個類似型的廳 漂亮一點 我知道為何旁邊那間開放式會賣了 因為這裡景觀更漂亮 按連一個小露台 站出去就看賀景 看看這個方位 東南西北 下一向東 這邊向東 所以方位都漂亮 這邊有個角窗 哇 哇 這裡是柳和尾 國尾 然後我看著碼頭 感覺一下 很棒 還看著山點 非常棒 這裡是廚房 廚房如果用巴士門 可以做一個僅廚院 尺寸差不多 唉 我買一個入門飯給你 這裡 浴室都OK Good 是這種292呎的一房 燕士追平的入場 價格是581萬 你覺得 賣貴了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拜拜 拜拜